同座门徒 耶稣门训24课 第9课 神的荣耀 路加福音9章28-36节 学习者12使徒 破冰故事 1271年 17岁的意大利探险家兼商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跟父亲和叔叔一起游遍亚洲 随后把24年的游历记录在书上 马可波罗描述在中国如何结识忽必烈 然后获忽必烈任命为欧洲大使 马可波罗在20或21岁时到达中国北部的契丹 据说接下来的17年 他曾经住在皇帝的管辖区 并有三年之久担任扬州的都府 然而马可波罗的记录引起不熟悉探索新世界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强烈的辩论和批评 他的描述 所记录的事和对旅行的记忆常遭嘲笑和质问 马可波罗返回西方国家时的沉默态度更令人反感 反对者说他完全没有去过中国 他们指出他没有提及万里长城的伟大 茶和筷子的生活习惯 东方的表意文字 而且当代中国记录亦没有提及马可波罗 1324年 70岁的马可波罗将近临终时 他颇具争议的名声受了不可弥足的损害 甚至他的朋友请求他公开认错 并收回书上讲述的远东故事 包括中国 印度 斯里兰卡 西兰 印尼和日本的事情 但是在最后一口气时 他仍坚持说 我还没有写下我看见的事情的一半 神学家利菲特 沃特·利菲特认为 耶稣的面貌就改变 是他诞生和受苦之间最重要的事件 那事件大约发生在耶稣将要去耶路撒冷受害的时候 神的荣耀是圣经最常提及的神的属性 比神的爱 怜悯或饶恕更多 名词荣耀在旧约中曾提及200次 在新约中记载了163次 在旧约中 当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其中 甚至祭司都不能共职 为何圣经用荣耀的来描绘神 他的荣耀与我们何干 我们又该如何回应神的荣耀呢 第一 看他容面 无与伦比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两个人 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 既清醒了 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 笔者和妻子谈到摩西和约书亚的分别时 问他 如果他必须在两人中做一个选择 他会选择成为哪一个 我肯定不羡慕摩西的职位或责任 更何况 神容许约书亚进入迦南地 但禁止摩西进去 可是太太毫不犹豫地回答 摩西 笔者问 为什么选择摩西 他说 因为摩西是唯一亲眼看到神的荣耀的人 笔者继续挑战他 如果在摩西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之间做一个选择呢 他坚定不移地说 摩西 因为摩西见到神的荣耀 你一生最想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最伟大的景观 不是世界七大奇观 不是撒旦提出的这个世界的荣华 马太福音四章八节 不是世界最美丽的景色或最高的摩天建筑 而是耶稣给我们预先观看他在天堂所拥有的荣耀 门徒那天看到难以置信 难以形容 无可比拟的景象 对门徒来说 那是迷人的美景 罪人的经历 惊人的发现 彼得 雅各和约翰都打盹 当清醒了 就看见令他们睁不开眼 呼吸失常 心跳剧烈的现象 耶稣的面貌 外表和衣服都改变了 其洁白放光的形象照亮了那地方 那天空 以及整个山脉 像闪光灯 聚光灯 照明灯 忽然一起照亮了摄影师一样 他的衣服如闪电 经文用洁白及放光来形容 其中放光只出现在这里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其他经文的原文说 洁白如光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 地上瓢布的 没有一个能瓢的那样白 马可福音九章三节 马太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 和马可 马可福音九章二节 都告诉我们 耶稣变了形象 但是路加福音 独家透露给读者之 门徒所看见的改变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具体说来 乃是耶稣的荣光或荣耀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二节 三个门徒蒙福地看到 感受到经历到神学上提及 耶稣是荣耀的主 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 雅各书二章一节 荣耀的丰富 菲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荣耀的全能 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 永远的荣耀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 希伯来书作者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约翰福音表示 耶稣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是耶稣在未有世界已先 与神所有的荣耀 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 摩西和以利亚的同在 令人感到奇怪 意外万分 但是他们必须出来见证 记录宣布神荣耀的显现 读者晓得 摩西的确看过神的荣耀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二节 但跟以利亚所见的是不同的 他没有亲身或正面 看到神的荣耀 那么为什么以利亚会出现呢 他们的共同点乃是 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或那里经过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 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 所以以利亚和摩西 有资格获邀出现 去见证 欣赏和确立耶稣的 丰满神性 精彩的荣耀 和他的权柄 威严 尊贵 更令人惊讶的是 门徒发现耶稣的荣耀 持久不变 比摩西和以利亚的荣光 更明亮 更光耀 更持久 以利亚和摩西的出现 令人惊讶 使人激动 又让人折服 但是他们谈论的 不是他俩的生命 侍奉或结局 而是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 将要成的事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死 是应验了预言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 圣经的记载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四节 以及神救恩的计划 杜家福音二章三十八节 代表律法的摩西 和代表先知的以利亚 是天生一对 是犹太历史上的绝世人物 他们体验神的经历 不仅充满传奇 也是无敌的 两人都以神秘 奇异而复争议的方式 结束生命 摩西死在应许地边缘的 尼泊山上 死的时候虽然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见生命纪三十二章四十八 至四十九节 三十四章四至七节 而正年的以利亚 则是 成旋风 升天去了 猎王纪下 二章十一节 最后 路加福音提醒我们 这两位了不起的人物 只是人 路加福音 九章三十三节 而已 他们的荣耀的光彩 会褪色 路加福音 九章三十二节 会消散如烟 会飞逝如云 会瞬间济逝 这是对摩西和以利亚 一生的评论 人生飞逝 而且所有人类 都要面对如此的命运 第二 活着为他 关怀备至 Leave for him There is none as caring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三节 很久以前 一群老鼠开会讨论 如何找出可行的办法 来对付共同敌人 猫 有老鼠这样说 有老鼠那样说 最后 一只年轻的老鼠站起来说 有一好提议 可以解决问题 你们都会同意 那老鼠说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 敌人常以狡猾而奸诈的方式 逼近我们 如果我们能在猫逼近时 收到某个信号 就能及时逃跑 因此 我大胆提议 寄一个小铃铛 在猫的景象上 这样 我们就会知道 猫在哪儿 当猫走近时 我们就能快快躲起来 这个提案 赢得众老鼠的欢呼 直到一只年长的老鼠 站起来说 的确很棒 但问题是 谁把铃铛 寄在猫身上呢 老鼠鸦雀无声 灭灭相去 彼得也没有兴趣 动力离开这高峰 以及拯救灵魂 彼得提出十全十美的计划 不管彼得 离不理解自己的提议 明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或知不知道其含义 他那暂时或永久 与人士隔绝的提议 遭神用严厉的语气来拒绝 即使他的想法有其道理 对每个人都有益 如果耶稣留在山上 就不需去耶路撒冷受苦 流血 受死 那么门徒的退休福利 会包括住在山上的小屋 享受美丽的风景 做包厢观看外面的三人组表演 然而在原文中 彼得劝戒士的论述 让我们在这里 根本与耶稣来世上的任务 和目的相反 马太福音十七章四节 马可福音九章五节 在原文中 耶稣对门徒的劝戒士论述 总是说 让我们去 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以马可福音为代表 让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 即使拉萨路死了 耶稣还是对门徒说 如今让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节 虽然他知道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 但人对忧虑他安危的门徒说 让我们往犹太去吧 约翰福音十七章七节 不久之后 即使他知道犹太背叛他 还是不便地说 起来 让我们走吧 看哪 那卖我的人尽了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六节 的确 唯一一次耶稣不说 让我们去的时候 他就说 让我们走吧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圣经没有说 耶稣的受苦是荣耀的 因为没有受苦是好的 可是耶稣借着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因他为人人尝了死位 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 再者 耶稣不需要人 为他搭一座棚子 因为他不住人手所造 属乎这世界的账目 他是更大 更完美的神的账目 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住是帐篷的动词 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你是否进入了退休状态呢 还是属于停止事奉的人呢 你是否厌倦与人相处 及相互劝勉的服侍 情愿去打高尔夫球 钓鱼或打保龄球呢 起来吧 成为神愿意你成为的 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另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是 从云彩里传来声音 命令门徒听从及顺服耶稣 第三 听从他命 父神肯定 Listen to him There is none as commanding 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 神音住了 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等那些日子 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 你赞成人年纪越大就越难接受顺服的功课吗 有句话说很难教老狗新的技能 其实顺服学校的课程非常昂贵 即使是对年幼的小狗 据一个网站提供的信息 专业训犬顾问的训练收费是898美元 其课程包括学习如何以仇赏制度去影响狗的行为 屋内训练 龙内训练 追猎训练 以及基本兽医问题 还有如何处理行为问题和教授竞赛技能 专专业训犬教练说 许多小狗的行为 在它们出事的头十六个星期就已经决定 一般课程以一小时为一单元 训练课程每周一次 共八周 那只狗会学习如何根据主人的命令 停坐躺 又教导它们挖掘 咆哮和咀嚼的动作 最出奇的是 主人必须跟宠物 参加这八小时的训练 顺服是每个门徒的第一门课 也是进修培训和终身测试的课程 顺服是困难而全面的训练 却是基督徒必须要有的生活技能和必须学习的 我们为什么顺服耶稣 彼得在书信中如此总结 他从父神得的荣耀尊贵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至十八节 因耶稣谦卑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菲利比书二章八至十一节 最常提到耶稣荣耀的使徒彼得 声称他的荣耀全能都是永远而极大的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五章十至十一节 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 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 这段经文的开始在九章三十二节 耶稣与摩西以利亚两人 Duo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日三十二节 一同站着 但是原文最后 以两个强而有力的字词做结束 耶稣一人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先强调耶稣 然后是唯有 Monos 这把声音所说的重复耶稣受尽时 从天上发出的话 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 听他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节 听是命令语气 是必须的 也是不可悖逆的 摩西和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 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摩西是以色列国的奠基人 他独自一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 为奴之家 神亲自把摩西埋葬 生命纪三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节 三十四章七节 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 直接升天去了 没有人找到她的身体 然而 无论他们如何伟大 虔诚和成功 还是会有人性的软弱和无助 所以不是我们顺服的对象 摩西和以利亚 都因失败和绝望而求过死 《明书记》十一章十五节 《列王记》上十九章四节 他们曾经没有信心 勇气和没有以得胜的盼望 来面对将来 结语 今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 与旧约的人物和新约的门徒 大相径庭 我们从大自然 人类和神儿子 主耶稣的生命上 看到神的荣耀 圣经教导我们 神的荣耀彰显于天 诗篇一章 高过全地 诗篇五十七章五节 七十二章十九节 是何等伟大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我们是他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 可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但是耶稣基督的丰盛荣耀 已经彰显在那门联名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 基督在我们心里 成就了有丰盛荣耀的盼望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并且如今 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以赛所书一章十八节 许多人借着他们的绘画 建筑音乐来荣耀神 甚至借一些日常繁忙 而吃力的工作 譬如读书 教养孩子和杂务 你又如何呢 你是否将神的名 当得的荣耀归给神 诗篇二十九章二节 九十六章八节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并在列邦中述说神的荣耀呢 诗篇九十六章三节 我们等待主耶稣有能力 大荣耀与圣天使 一起驾云降临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 从今时直到那日 你是否愿意受教 为神侍奉寻求祂的旨意 无论如何困难 都愿意为祂努力吗 你愿意放下几亿 顺服祂的意思吗 查经讨论 第一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 做什么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 第二 耶稣祷告时 祂有什么变化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第三 耶稣祷告时 谁来跟祂一起 他们谈论什么 耶稣要成就什么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第四 彼得和其余的门徒 在做什么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二节 为什么 第五 彼得有什么建议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三节 为什么他这样建议 为什么经文说 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注意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 第六 门徒看见 听见了什么 他们有什么感受 所听见的话 是谁说的 神有什么命令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第七 门徒以后 为什么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第八 登山变相 有什么重要启示 应用分享 第一 你有某些属灵经历 让你对主有很深的领受吗 例如 看见他的神性 荣耀 这种经历 发生过多少次 常常有吗 是怎么样的经历 第二 假如你是彼得 雅各 或约翰 你希望在山上建三个棚 跟耶稣 摩西 以利亚 在一起吗 为什么 这是主对门徒的旨意吗 第三 回到山下 你能把山上的特殊属灵经历 带到现实生活中吗 如有困难 是什么原因 或有什么障碍 我们该如何听从耶稣 第四 写下做主门徒 跟从耶稣的一个步骤 第五 是在一分钟内 分享你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听从主 作者 叶浮成 莫瑞英 对 我 在它 我 在